我又有石炭威了 我必須說我真的太想要擁有人生的 屬於自己的一台石炭威了 這台鋼琴其實我知道就是 是一個非常大的樹木的價錢 然後當時我跟老公說 應該會買的時候 老公說沒問題你就去買 然後記得請他開估價單 然後我們要去跟銀行貸款 然後他就 他就真的去貸款了這樣 但是他說 他覺得看到其實他 看到我就是 非常開心的實現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覺得一切都非常非常的值得 因為這個東西真的是 我的夢想 江老師是一名YouTuber 也是一名鋼琴老師 江老師表示石炭威鋼 一直以來都是他的夢想 這次有緣碰到一台 琴琳50年的二手石炭威 他二話不說 立馬到現場是彈 並且彈完後就決定是他了 那接下來影片 就直接發展到我們去環境 Go Go 到高雄了 去囉 班晴公司剛來嗎 對 他們在這邊 好好好 那我們先去看看 我的石炭威 進來了 行李進來了 今天呢師傅的行程真的很辛苦 他們早上從台北下高雄搬了這個台中 從高雄搬到台中 然後現在要把這台錢收起來 把從台中搬到台北這樣 所以我們就是繞一整圈 其實有耶 常有私信 開心嗎 好耶 你可以這麼職業倦帶的臉嗎 他現在打馬三圈嗎 還是你講完那一句之後再打 嗯 對 不會 秦英才到我家了 先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整個琴的這個外觀 首先他這個鋼琴這邊是霧面 不會反射我們的攝影器材 這件事情讓我們非常的方便 因為有時候會反射大家拍攝的那個狀況 但是這個不會 鏡面的烤漆是在這一邊 彈琴的時候這個手指 如果你這樣拍的話 其實會有很美的反射 而且可以讓這個石炭威這個logo 更呈現它一個金幣輝煌的感覺 再來一個很大的重點就是他的琴鍵 做霧面處理的 其實這個沒有非常的常見 那霧面處理有什麼好處呢 比較不容易手滑 如果是很容易流手汗的人 彈到這個霧面的情節就會覺得如此的幸福 然後霧面這個摩擦力 你聽聽看 ASMR 試探位 好 再來跟大家介紹 我還有很喜歡的一個小細節 就是它這個是綠色的這個羊毛沾 這個綠色我覺得超級有質感 然後這個譜下也有一個很美的這個 彎度有沒有 在裡面呢 這整個打擊系統還有琴弦 全部都是換成新的 它根本就是一台新的琴 我覺得真的非常開心自己可以挑到一個 覺得是完全我命定中的一台琴 我覺得很幸福 也想和大家分享說 就是 我在很久很久以前 彈過十彈位的時候 我就知道 這是我這一生非常嚮往的一個聲音 然後沒有想到今天 竟然可以有這樣子的機會可以圓夢 我覺得自己是非常幸福的 希望這部影片祝福大家就是 就是未來你想要追尋每一個你想要追尋的目標的時候 都可以一步一步的走向它 然後非常有勇氣 而且很堅定的 那真的也覺得 俊龍這一次幫我挑到的這台琴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歡 如果大家對於就是在 比較高價位的手工鋼琴這方面想要找琴的話 可以直接飛去日本 他們那個Caya Klavier那邊 真的自己去聽聽看每一台琴 它跟你之間的共鳴 然後挑到它之後再直接把它帶回來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值得的一趟旅程這樣 最最最感謝的是我的家人 我的老公 這台琴其實我知道就是 是一個非常大的樹木的價錢 然後當時我跟老公說 應該會買的時候 老公說沒問題你就去買 然後記得請他開估價單 然後我們要去跟銀行貸款 然後他就 他就真的去貸款了這樣 但是他說 他覺得看到其實他 看到我就是 非常開心的實現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覺得一切都非常非常的值得 因為這個東西真的是我的夢想 然後他覺得這個實在是花的太值得了 然後我接下來就會用它 創造更多更多的作品 然後希望帶給大家 還有包括我自己 更多的感動以及力量 謝謝大家 我有點心想 在金邊 發生了 我才像 有而人 閑羅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